日本航空客機 昨天降落雨田機場 撞上了海保機的飛機 瞬間是炸成了一團火球 而客機上379個人 全數撤離了 不過這個逃生過程 那是相當的驚險 機上充斥的小孩的哭聲 喊著快點放人 等待5分鐘之後 乘客是跳氣電梯來逃生 有人是嚇到在跑道上逃竄 甚至跑到了百米外 還可以聽到爆炸的聲響 而現在也已經尋獲了海保機 這個飛機上的兩部黑盒子 客機降落途中 迅速炸出驚人火光 焦了火的客機越跑火越大 在畫面右方一大坨黑煙直竄天際 就是和客機擦撞的海保廳飛機 近看整架客機變成火球 裡面乘客是哀嚎不斷 此時火光蓋滿整排窗戶 原來是引擎冒火 機艙內濃煙密布 乘客廳從空服員指示蹲低 媽媽抱著小孩緊緊護住頭部 就怕出意外 伴隨不覺得小孩哭聲 客機上一片混亂 等待逃生的五分鐘 渡秒如年相當煎熬 逃生門開了之後 乘客們滑下氣電梯 同時客機還在噴火 逃出來 有乘客說下飛機後十分鐘還聽到爆炸聲 如果慢一步機上379人恐怕都成了亡魂 90秒驚險逃生堪稱奇蹟 還有太太接機老公看到新聞後心急如焚 等了半小時幸好先生順利脫逃 日航客機狂燒八個半小時 機體湖成一團整架變形 只剩記憶還在 另一邊的海保廳飛機 則是燒到整架消失 現在已經找到海保廳機上的兩部黑盒子 而日航客機的還在搜索當中 記者綜合報導